请问候选人90年代开始的反除剂运动 历经五年 立法院才通过儿童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我们主张立法院每年局部改选四分之一 让新民意定期汇入立法院 请问您同意吗 依照抽签的顺序 这一题先行回答的是徐新颖女士 时间两分钟 好 这个提案本身的精神内涵 主要是来自于他们觉得 现在立法院这个审议法案的速度太慢 所以希望能够把立法委员分成四组 那这个每年来局部局部的改选 那我对于这一个提案的精神内涵跟方向 我是认同的 但是整个的立法院所有的立委任期四年 我们要把它分成四组还是两组 这个涉及这个修宪的议题 我想我们可以在未来新的国会 这个来做详细的讨论 那我也蛮建议的 就是这个仿造美国 对于立法委员任期 分成两组互相交叠两年改选一半的方式 那这样子可以最主要 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这个戒期不连续 现在很多的法案像这个第八届的立法委员 立法院 那如果一个法案审到一半 那这个明年又是新的第九届的时候 戒期不连续全部要从头开始 一读然后复委委委员会审查 二读三读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戒期不连续的情况 我们未来可以朝这个方向 我本身是认同的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 其实议事的效率不只是制度 更重要的是人 如果在立法院有很好的制度 但是政党的对立 政党的恶斗 做贼的喊抓贼 那这个才是真正拖垮立法院 这个议事效率的根源 所以我们呼吁大家 我们一定要让真正能够为民众立好法 修二法的立法委员进到立法院 刷新国会 让国会有兴趣一下 接下来我们请王如雪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90年代的反除剧的运动 我也曾经参与推动 那个时候我才刚成为一位律师 那个时代还有父母会贩卖小孩 还有黑道的介入 所以推动的过程当中 参与保护工作的朋友们 其实都必须活在黑道的暴力威胁的阴影之下 不过现在这个儿童及少年性教育防治条例 其实已经在国民党立委王玉明的主题案之下 更名叫做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这是因应时代改变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正 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是 特别加入要在学校 有儿童性剥削的教育课程或者教育宣导 我很高兴这也是参考当初 我们在制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时候的立法模式 这是我的构想 也因此成为校园推动性别平等里面的重要的一个十足 一路走来从过往的妇女运动 到后来担任老委会主委的任内 我曾经推动过非常多的法案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跟大家一样 我都觉得立法院的立法的效率 其实有很大改进的一个空间 我记得我们当年在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 跟性别工作平等法的时候 我们多么期待 有多少人在等法案通过要得到救援 但是立法的速度 的确某种程度太慢了 我想我们的确是应该要加紧速度 因为法律纠正之后 就可以改变他的一生 所以我赞成要改进立法院的议事效率 我也支持透过机制 让立法院能够更贴近民意 但是如果每年选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社会成本 不管是彼此之间的撕裂 或者人力物力 我都觉得可能大多数的民众 不一定会支持每年都来改选 但是如果两年或四年 也许是可以考虑的 那这个部分呢 要在社会有高度共识之下 那么有全民来做最后的决定 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模式 接下来我们请陈静仁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国会是民意的最前线 但是国民党长期占大多数的立法院 却成了改革的绊脚石 不但没有积极改 推动改革法案 问证品质也不佳 讨论法案时也草草了事 难怪在网络上会票选出这样的一个题目 但是我们都知道每年局部改选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员 牵涉到修宪的层次 困难度稍高 不过我们民进党一向欢迎多元的意见 能够纳入未来修宪的讨论 例如民进党就主张降低政党分配 部分区习次的得票门槛 从5%降到到3% 借此让社会的各界的多元代表性得以进入国会 但是即使在现行的体制下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希望能够来加强议事的效率 这一届我们的部分区立委名单 就有好几位是社会福利领域的专家 包括了吴玉琴 王荣章 陈曼丽等 而且地区的委员候选人 包括了吴思瑶 苏乔惠 郑运鹏 张廖 万坚 也都是民进党对于儿少福利 很重视的这些委员 未来我们团队一定会在立法院 对于儿童青年权利的保障 提供最好的帮助 这也代表民进党是让各种不同的族群 能够进入到新的国会 在国会当中能够来反映新的民意 让国家的改革可以推动得更好 推动得更符合理想 所以即使这个局部改选的部分 没有办法解决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政党 能不能够提出最好的人选 然后不只先离该政党 向民进党推出来的部分区立委 就有很多不是民进党的 明年1月16号以后 请大家一起让国会政党轮替 以打造新国会 新政治新台湾 谢谢大家